好这里是阿来Radio重要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已经到了 我们今天跟大家来选读一本书 很有趣很有趣 不管你是男生女生 现在赶快加入我们的讨论区 为什么我们总是会选到不适任的男性来当领导人 你为什么会离职 其实你离职我们根据统计 75%都是因为主管 你不喜欢这个主管 所以你就离职了 但是你的主管是不是都是猪头 他们永远都是不适任的男人 好赶快换一下 我不晓得他是不是猪头 因为他也当过主管 有主机有主机 风传媒的财经主编周启元 启元好 大家好我是启元 对啊你也当过主管 你自己觉得你是一个很适任的主管吗 不太适任 我觉得今年我也处理了我的同仁离职 我觉得可能老实说 虽然现在是直播 但是我必须要讲 可能在他心里我也是一个猪头 对对对 我也必须老实讲 这本书其实是启元帮我们选的 你为什么会选这本书 是书名吸引到你了吗 还是 对然后你看 他有一个领带 对 然后我们现在是12月 11月的时候刚刚选完美国总统 对 然后美国总统今年是史上最离奇的 然后就是在辩论的时候 完全就像幼稚园小孩吵架 对 然后非常的非常的好像不合时宜 然后两个加起来150岁的人一直在吵架 可是他们讲的互相攻击的人生缺点 好像又有一些是真的 所以大家就衍生出来另外一个讨论就是说 啊2020年好像比2016年还难 2016年就是川普对对西拉雷 对对 所以这本书刚好就映衬了这两次选举 就说难道两个男人的互相吵架 有比一个男人骂一个女人跟一个女人骂一个男人更好看吗 没有 那到底两次下来美国有变得更好吗 似乎双方也都觉得没有 所以是不是在政治界在企业界呃不适任的男人当领导人的情况都是如此 可是我们总是就会选到不适任的男性啊我也觉得是这样子啊还有一个那个我想一个是一个男性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老听众他会讲说那女人也说常常选到不适任的男人当老公啊 哇这个这个可以另开另开一集我请他另外写一本书不是任的男人当老公这本书应该是这样蛮畅修的 真的耶对 诶齐员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两个蛮素配的对我可以我可以挂一些星星哦然后韵芬姐可以挂一个那个 诶我觉得我们今天也没讲好啊但我就觉得圣诞节快到了那我本来想要戴一个红帽子可我找不到我的帽子不然下一次就像圣诞熊 明年再来搭配一下对对对应该是蛮有趣的你这个你这个围巾蛮适合我带的哦真的吗 等一下给你配搭一下对所以其实我没有说好今天完全是没有dress code的诶真的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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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刚刚也来聊过了就说我们在看到不适任的男性都当领导人但他书上也想啊他们又有魅力啊然后就可以彰晃领导人啊你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啊魅力最强大咯我们就来讲一下好了 你讲一个你觉得不私人的男领导人我讲一个啊不要讲台湾的这样就比较不会引起大家纠纷 哦有讲贾伯斯啊对贾伯斯是书中提到的我刚刚讲mask啊对没有mask啊对然后这本书里面另外还有提到两个人另外一个就是因为那个metoo运动哦被揪下台的那个miramax的那个大卫哈伯斯坦嗯他就是一个非常明显因为他曝光了丑闻之后一个礼拜就有八十个女性说曾经被他性骚扰摸屁股然后甚至是性侵害嗯 哦这就是很明显他成他成为一个好莱坞的超级影响力的大咖嗯但是他用他的影响力去做个人欲望的坏事嗯而且是在光线亮丽的外表底下的坏事嗯还有一个当然就是很多人说川普也是如此嗯他会更倾向用他的嗯权势嗯或者说别人相信他的这个优点嗯去做一些骚扰或者是霸凌这样子的事情像他指控拜登爱睡午觉这件事情 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霸凌那为什么不说他其他的缺点那要说他爱睡午觉嗯爱打瞌睡呢其实他也是一种言语上的霸凌嗯对但他们就是有魅力的人应该不能有这么多人投票给他们吗这也很怪啊我觉得这个不不不不免又要就要说到以前一部旧电影就是那个倚天屠隆记里面那个那个张无忌妈妈在自杀之前电影版啊嗯不是跟张无忌讲说嗯越漂亮女人心地你要越小心心地可能越危险同样的如果长得越光鲜亮丽 越挺拔的人嗯如果他有这种危险性的人格的时候嗯他可能越不失忍而且他会是越危险你看通常我们会说马斯克是这个矽谷的川普对对因为他有一些真的是有点脱绪的原因或者说我们认为不合时宜他会那次为什么被被政管会罚钱嗯因为他当众哎抽大马然后喝威士忌嘛对对然后说哎我的股票下市我的股票下市这完全是一个脱绪的行为这是不可以的 嗯所以这也显示说其实我们看到不失任的男领导人先天就已经比女性多了嗯当然这本书一开始就有提到玻璃天花板的事实对对对有提到女性的问题对他有提到哦他说有一个人力资源学家嗯寄出了许多一模一样的履历表嗯然后呢男生叫做约翰叫John嗯女生叫做Jennifer但是他们实际上所有的栏目除了名字都一样对对对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也是这样讲对他都他都都是一样的结果叫约翰的竟然 年薪平均下来人家给他offer比叫Jennifer的年薪多四千美金嗯嗯所以这表示这个是我看到这本书当中对对这表示的确就是一个哎不公平的现象而且女性的CEO平均来说在当上CEO的时候嗯他们都比那个男性当上CEO的平均年龄多四岁嗯然后呢他们要多努力百分之三十的时间嗯才能够当上一样的位置嗯所以那那我想要比较一下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不是人的男性 那我们刚刚讲到川普好你对照梅克尔好不好就说梅克尔的话你想想看啊他也没有那么花俏的那种发型对他回家一样是煮饭然后他还要处理公事是然后他也没有像川普讲话那个样子对对那那你觉得哪一种才是魅力呢我觉得没有魅力不见得是坏事嗯因为我们我们刚刚开始直播之前我们在思考嗯有魅力但是又名流千古的领导人哈哈哈哈这是从古道今什么 汉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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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以前是1992年的時候 是在鴻海最早的一批女工 然後就是在住很差的時期的宿舍 然後開始他自己的 這個電子觸控的這些生意 那同樣的他也不是一個很有魅力 他看起來說實話 你如果不說他是王萊村 你會覺得他是不是某個地方的大媽 打就就大媽 對對對 那可是他把他的企業管理得非常好 王萊村或者周巡飛 都是女性的企業家 那同樣的梅克爾也是如此 梅克爾那個 你剛剛說到那個川普的頭髮 好像頭髮可能那個髮型是天生嘛 但是梅克爾看起來就是一個 髮型當然是天生 可是你要去設計啊 問你要怎麼吹 欸白宮是有理髮師的啊 白宮是有那個那個美容師的啊 對但可能德國 德國人的這種民族性格 可能就像就像你提到的 梅克爾特別的低調 然後特別的不張揚不起眼 對 所以好像這幾年即使他把德國 甚至說在歐盟地區的影響力 維持得很好 但好像大家不會覺得他是一個很突出 然後很shiny的那種領導人 完全不一樣 對 欸那你也不能說他沒有領導魅力啊 所以我們剛剛講過就是說 欸要領導魅力跟能力 好像是沒有辦法兼具的啊 好像是 古今中外沒有嘛 對 跟女性就可以啊 不然我們剛剛提梅克爾 你有反駁嗎 沒有欸 我覺得可能可能德國人 比較崇尚這樣子的性格 他們覺得欸 樸實一點內在一點 不要太張揚 所以川普如果放在德國 大概就不會當選 對對對 對 欸那我們來談一談魅力 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魅力是 是身高 嗯 對 魅力是身高 我們剛剛在講喔 就看到最近Dcard有一個票選 壓倒性的結果 那我驚呆了 大家一起來投票一下 對就是有兩個選項 有兩個選項 第一個選項是 請問一位女性啊 你要選身高180 但是外表60分的男性 還是身高160 外表100分的男性 結果我看到Dcard上面 壓倒性可能有數百個 全部都選身高180 但是外表60分的男性 好像我也是欸 對啊 所以你看外表就是 外表就是身高嘛 那這個這個其實用生物學很好解釋 就是孔雀那個羽毛 花齡如果開得越漂亮 孔雀開屏越漂亮 就表示說欸這隻孔雀 他的營養越好 他的生活環境越好 你這樣講 我會覺得是不是男性比較浮誇啊 他必須浮誇啊 會跳球偶武或者是孔雀開屏 都是攻的啊 對對對 因為聲譽的演化的本能 本來就是會讓人覺得說 欸他會傾向挑選 磁性會傾向挑選 更浮誇 更華麗的外在的男性 所以身高180外表60的男性 當然壓倒性嘛 對不對 我做了一個170的代表 我這個 我也能夠理解這件事情的發生 對 欸我們的朋友們 你們也是跟我一樣的嗎 對 還是你們的選擇會不一樣呢 我對面那個選擇就不一樣 因為他自己也愛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一下廣告 欸今天這集不容易 我們都不能講到人民欸 對不能講人民好痛苦 我從來沒有講這麼困難 就是我剛剛差點就不小心 就講出人民了 你知道嗎 這太困難了真的 你要講誰你要講誰 真的不行不行 不能害我不能害我 我可以害你啊 不能害我 對啊 還好到目前為止 也沒有人叫我們講人民 欸對啊 這是我每次都看不到留言是怎樣啊 我每次都看不到留言是怎樣 對啊 我每次都不會看 等一下我來講一下奇怪的主管好了 好啊 對啊 因為我覺得魅力這件事情很好玩 就是為什麼男性是比較有魅力啊 女生呢 你的留言還是看不到嗎 我看不到啊 嗯 我們看到的是 哦 我要展開啊 你要自己展開 因為他會累積 哦 嗯 那那個的話 對我這個就看不到 他會 因為他如果出現新的 他會閃一下 會在上面 有人講180那個有魅力 對啊 對啊180一定也比較有魅力 哦在這裡的 哦好好好 我會 哦我會了我會了 然後你就你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好好好 他這邊他就是可以展開 對 但是他因為他都會一直洗掉 所以你要上下上下 好 好 好 可以可以可以 大家都是外貿協會的 欸真的啊 所以 所以這樣 所以你看嘛 大家都說女人花之招展 事實上是男人嘛 對是男人花之招展 對是男人 對 這是生物學的本能 對 合理的推論 比較不會 我覺得女性是後天 女性是後天 後天的 我同意我同意 的發展 但男性必須必須是先天 真的嗎 對 必須是必須是先天 而且男性其實沒有什麼 改變的空間 因為身高就是那樣了 然後長相可能就是那樣 可是女性不一樣 女性可以artificial 可以人工的地方太多了 對 對 有有有 我看到留言了 我們都是外貿協會的 對啊 男人個子來真的不用啊 欸別這樣子啊 我老公也一七零啊 這一七零現在已經算是 只能算中等偏海了 我說真的 中等偏海 對啊因為現在現在高的甚至很多欸 不會啦不會啦 我覺得有錢就帥了 哈哈哈哈 沒錯沒錯沒錯 太太直白了 對 其實我要那個就有錢就帥了 太直白了 嗯 欸外貿一百分啊 二十年之後不知道剩多少 折舊了啊 折舊了 對啊折舊啊 男人也會折舊好不好 對對對 不過這本書我真的覺得啦 就是真的男人比較花俏 而且男人比較會賣弄他的領導魅力 女人我覺得他的魅力比較 就天生 有人就會有人就不會 對 但他有提到 如果有一些 很有企圖心的女性 真的讓他上位以後 他也會變成像男性一樣 自大浮誇這樣子 像他說像馬殺使徒華就是這樣子的人 喔 對 大家還是喜歡180 對啊看來是喜歡180 對對對 對啊 有錢就帥一半 有錢真的真的 好我們現場的是我們瘋傳媒的財經主編周啟源 我們剛剛跟大家來聊聊這本書 我覺得這本書當然很有趣 提到了當然就是那個領袖的魅力啊 我覺得有一些魅力啊 就是男人刻意做出來的 而且呢 男人還特別的喜歡魅力這種東西啊 因為我們剛剛講 從動物的本能當中 求偶啦 展現自己的這個漂亮的一面啊 孔雀開屏啊 跳求偶舞啊 就是希望能夠得到另外一半的青睞 而且他們如果得到另外一半的青睞之後 他們還希望得到更多女人的青睞 不是嗎 沒錯 對啊 不過我剛剛有講到 在節目中有講到 其實男生後天可以作用的事情不多 男生的條件大概都是先天就決定的 但女性可以人工後天改革改造的地方太多 可以變法的地方非常多 男人也可以好不好 對沒錯 但是相對空間是沒那麼大 對啊 男人有錢就帥一半了 對我蠻同意的 我也同意啊 我非常同意啊 對啊 你看川普如果沒有那麼有錢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做那麼多事情 對啊 看他的嘴臉啊 對 那我們再碰到那個主管當中啊 因為我們其實做一個統計啊 75%人都是因為主管不好離職的 對 他並不是因為真的找到下一個工作 或者說他多討厭這個職位 其實不是 都是人的問題比較多 對而且我也很討厭一些主管 我覺得當主管都是豬頭 你以前遇過怎樣誇張的主管 我主管很誇張 他真的 我差點講出他的名字 今天一定要 我們今天這一集真的是大挑戰 我們兩個 你怎麼變得大腿不能夠講出來 真的真的真的 對 我那個主管超級沒有能力的 然後我還曾經跟他講過一句話 我說如果你沒有能力你不要管我 然後他還把我的稿子丟在垃圾桶 垃圾桶 那是手寫的時候 所以有稿子 對對對 那你有把他撿起來嗎 有啊 那後來那片有發嗎 那後來那片有發嗎 我跟你講我做一件很壞的事情 我只有到今天才講出來 我就給了我對手棒 喔 人家只能登頭版 哇 你看我那主管是不是豬 真的是 對 然後我還有那個主管 你知道很好笑 我們寫的新聞你知道嗎 他竟然還跟我一起掛名 又不是他寫的 我這樣快講出名字 他有沒有改幾個字之類的 他沒有 他沒有 你要捏我大腿 對對對真的真的真的 容易講了 我遇過要我寫 星座跟血型的主管 然後 後來我聽說 就是跟他星座 據說血型不知道 但是聽說跟他星座不合的人 後來有人被他玩到很慘 那那個時候我聽說的時候 我瞬間 我其實不太看馬法達的 我那個時候瞬間 我就去查了一下 我也看馬法達 對我就去查了一下馬法達 然後我就想說 跟他相生相克的是誰 我先認識一下 然後說喔原來是這個星座 然後然後其實我不懂 然後我就 我就垂口亂說 然後我說喔原來這個 這個星座 比如說處女座跟雙宇宙不合 然後我就先想 喔還好我不是雙宇宙 我的天啊 因為我看他這樣被操勞 或者說 稿子被亂改之類的 我覺得 這樣好像不太OK 如果說只是因為星座不合 你並沒有很多的相處經驗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 是怪怪的事情 所以你看 我們這是明的來的 暗的來的都有啊 對 所以你看這些主管 惡行惡狀真的很多耶 而且他這本書裡面提到 他說其實管理職 有精神病態症狀 不是精神病 只是症狀 精神病態症狀的人 其實比你想得多很多 在美國調查裡面 每五個經理級以上的人員 主管喔 就有一個 每五個就有一個喔 可能有精神病態的症狀 精神病態的症狀 就是他可能會霸凌你啊 騷擾你啊 或者說他會傾向破壞規則 很多時候其實破壞規則不是壞事 比如說 馬斯克就不是壞事 他開創性的很多的事情 不是壞事 可是他如果 你看他今天不要看他股價這麼高 如果他那個時候喝威士忌客藥 然後把公司玩垮了 對啊 那會發生什麼事 那他完全就打破了很多的價值 所以破壞規則不見得是好事 嗯 那這樣子的人 其實你看管理管理職裡面 有這麼多這種破壞者 不見得能夠維持團隊的穩定 你看您剛剛也提到說 很多的人其實是因為主管而離職的 對對對 你看賈伯斯 不要看他發明了iPhone 發明了這個那個 其實他逼走多少蘋果的人 對啊 然後他也是一個大爛咖 他裡面就有提到一本書 就有講到說 一個蘋果員工出來寫回憶錄 大爆賈伯斯的一些爛人的內幕 就是說他講出來的東西 如果沒有別人好的時候 他都會一直否定別人 你講了這個不可行不可行 可是如果別人提出一個 真的很棒的點子的時候 他下一次開會他就會說 這個是我上次開會的時候 我有講到一個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他就把這個點子拿來自己用 對可是你看大家對賈伯斯的 無止盡的稱讚 而且你看他的高領黑色毛衣 對再加上他特多帥啊 特那種簡報的一個方式 對 多帥啊 那個要稍微瘦一點 像我這個如果撐出雙下巴 這一集就不好看了 你的脖子要長一點 對這個脖子 你脖子都沒他長一點 我雙下巴這樣一捏就出來了 真的是蠻恐怖的 所以他那個 那個也是看人穿的 所以你看從我們剛剛提到 川普賈伯斯馬斯克 他們都有一種破壞性的特質 他們在任內 他們在做事情的時候 破壞了很多這一行 他們那行的既有的規則 可是這樣子的人 其實對組織是一個壞事 舉例來說 可能梅克爾的績效 不會比這些人的績效差 當然我們要其一看待 不要分政治跟企業 但是梅克爾 我們就不會說 他是一個領袖魅力的人 你甚至可能會忘記 他是德國總理 對 他就很像一個 就像白開水 就有益健康 然後也把德國照顧得很好 可是你剛剛看到 我們剛剛講的川普或拜登 你就很像他這樣 很像氣泡水好了 對不對 就很爆這樣子 氣泡水 你稍微搖一下 開了就啪 就會噴出來 對我覺得是這樣 可是大家可能很喜歡 那種激情 用這樣的一個魅力 我覺得大家更傾向 魅力這件事情 我考韻芬姐一個問題 你不要考我 有兩組樂高 兩組樂高加起來 110塊 A比B 多100塊 請問A多少錢 50塊60塊 你現在要考我 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我也錯了這一題 老實說 我也錯了 我昨天在看了 看了最後看到這一題的時候 先去講應該是 我有 對我有稍微遲疑一下 你看他說周董 對周董那時候 你看他剛出來的時候 你看周董不高吧 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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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講話 不清楚 對啊 然後我兒子在聽歌的時候 我還說 怎麼這個人講話都不清楚啊 對 後來我兒子還曾經講說 媽你真沒眼光 那後來我覺得周董出了 他寫一本 寫了一首歌 我覺得聽媽媽的話 我很感動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然後我才喜歡周董的 所以他如果沒有寫一首歌 你就不喜歡他 因為周董影響孩子很多 我覺得是 就是台灣年輕人就是從那個小孩就很喜歡周董了 而且我覺得他的他的藝術沒有以前那麼衝 對我也覺得 對這大陸有人這樣講 對對對他的他的藝術比較 真的感覺到他中都中年了 他那個女朋友前女友我覺得還衝得蠻快的 對我覺得沒有結婚生子可能有點關係 對 對像我覺得馬斯克真的就是非常典型的一個破壞者 對 然後他也有一些精神關冷的症狀 對他真的是精神 睡覺睡得很少 然後又 又 喜歡講一些狂言狂語 當然有一部分他做到了 有一部分還沒有 欸有一個男生也不知道是男生還是女生講的 他就說那個 男生一定要幽默 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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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同 男生一定要幽默 如果不幽默的話會發現什麼 我覺得女生終其一輩子就很愛一個就是能夠讓你開心的人 對 然後幽默 蛤 小伙子 藍靈王 他我沒有看藍靈王怎麼樣 他說他很幽默 喔真的嗎 藍靈王 那你還你沒看狼牙榜了欸 欸有人說有才華就有魅力 我覺得是有錢就有魅力 我必須更現實一點講 有才華就有魅力 我覺得有錢就有魅力 我也覺得有錢就有魅力 你講的都是對 有錢就有魅力 欸我要稱讚周董啦 他說你啦 不是講那個周杰倫啦 哎呦 有名稱讚耶 感謝感謝 嗯 周奇緣周董啦 我真的覺得有錢啊 然後幽默啦 嗯 真的啊 可是錢如果跟幽默比我 你願意找一個沒錢 但他幽默的 真的 真的 RELIE 我覺得人生就是要開心啊 女生又不是天天要吃 吃什麼大餐 真的 好歡迎回來理財生活通 我是江韻芬 在我旁邊的就是我們瘋傳媒的 財經主編周奇緣啊 我覺得今天那個 我們廣告時間講得比 對啊講得比現場時段 還要還要熱烈這樣子 不能這樣子 對而且我們還好 剛剛沒有沒有在講出名字 哦對對對 你先講一下那個110 對對對 問大家一下 有兩組積木 樂高積木 嗯 兩組加起來是110塊 嗯 然後A積木比B積木 貴100塊 嗯 請問A積木多少錢 嗯 你看他問費容 你看他想到那個節目那個結束 他都想不出來 對我瞬間 我直接直接破梗了 我瞬間我當然就回答A積木100啊 B積木10塊啊 對你會這樣認為 可是錯 因為這樣子的話呢 A比B 多90塊 不是貴10塊 對答案是105跟5塊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直覺的問題 然後他但他其實答錯也沒有關係 因為書裡面寫到說 這題答錯的人呢 很多史丹佛哈佛的人瞬間都答錯 嗯 所以你看你沒有念哈佛也沒有關係 因為念哈佛也答錯啊 對所以可是 可是這就牽扯到一個問題 為什麼有領導魅力的人 比較容易成為領導人 嗯 但是他可能是個惡棍惡霸 嗯 比如說大家 有些人認為川普是這樣 有些人認為拜登是這樣 嗯 那為什麼只有領導魅力 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可能更傾向 把自己表現得更有企圖心 嗯 然後更浮誇一點 嗯 即便他做不到這麼多事情 嗯 而且書中有提到 像這樣子 甚至是可能有點精神病態的人 嗯 其實他也有優點 就是他們更冷靜 他們更復原的更快 他們碰到挫折的時候 復原的更快 舉例來說假設是一個業務人員 他今天掉了這個單 他沒有跑到 嗯 他的經理把他狗幹一頓 罵了一頓 嗯 好那他可能難過 別人難過一個晚上 他可能難過不到一個下午 嗯 他就恢復了 哦 那業務人員需要的是 強力的溝通技巧跟說服力 嗯 那他可能可能更具有說服力 嗯 對但他也許沒有管理好一個團隊的技能 所以如果有一天 他變成業務部的經理的時候 那他也許會把公司帶向衰敗 也不一定 嗯 對 嗯 欸說實在的 就是領導人他只要魅力 然後他什麼都不需要具備任何的能力 這讓我想到一件事情啊 我前不久有一個line啊 那裡面很多人 我已經忘記是哪一個line啊 但是有一個呃 非常有影響力的領導人啊 他是一個男性 他就po了一個就是說啊 大家生日快樂 因為只要你每一個人呢 把你的出生的犀利啊 就是嗯 就是西元 加上你的年紀就是2020 所以2020呢 是每一個人的birthday 然後就是happy birthday to all 這樣子齁 我心裡想 就大家就說 對對對 thank you啊 對對對 就這樣 這是一個很蠢的問題嗎 所以 你也推了對嗎 我沒有推對 我心裡想 你怎麼笨啊 哈哈 有的時候就是 廢文還不知道 把你的 年齡 西元年齡 對 出生年月 出生年 加上你的年紀 就是2020 而且每個人都一樣 那說真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嗎 你怎麼蠢啊 我不幽默 我不幽默 你是不是不幽默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我老婆要跟我結婚 然後我會覺得 然後我會覺得說 怎麼會有這麼蠢的事情啊 本來每一個人這樣 這樣講就是2020啊 不會啦很多年輕人也覺得 長輩發早安圖是 很蠢的事情 哈哈哈哈 可是證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你有魅力 我覺得他對自己 是蠻有信心的 對 因為我接下來要講 信心這件事情 對 信心其實 我又要說回投資 信心跟投資選股 是非常有關係的 嗯 我們都會覺得 我們選股組合 我們這個 這個portfolio 是最好的 一定是報酬率最高 或者說最會漲的 嗯 對 但今年你的個股的報酬率 有跑贏台積電的人 我覺得是非常的少 台積電一倍啊 你這樣不是那個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大家都覺得 台積電是一倍啊 對 去年大家都沒有人 或是說看好的 最看好的股票是台積電吧 嗯 對啊 但是想不到 就是重點就是永遠都是想不到 我們的持股組合 你有的時候你可能 買一籃子股票 報酬率還不如台積電 因為有一些你根本沒想到的 嗯 把你拖累了 對 欸我們待會兒那個天賦 信心能力 三個一起討論 對 好不好 這件事情滿有趣的 我等一下也要 也要問你這件問題 對啊 天賦信心跟能力 對 大家覺得哪一個比較重要 欸對 我也希望我們聽眾朋友 今天跟我們集體思考啊 對啊 就是到底你覺得天賦 有人就是天賦一柄啊 天賦奇才啊 對不對 千古奇才啊 百年一見難得一見的人才啊 這是老天爺跟你的天賦 對 從周星馳的電影 然後到我們以前 所受的各種教育 嗯 我們都覺得 信心比較重要 對信心很重要 我必須說我 我差不多四十歲 我大概 四十年來的人生 都是告訴我 信心最重要 對 有信心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對 但看完這本書之後 可能有一點點動搖了 哈哈哈哈 對有一點點動搖 欸對 我所有的 我所有以前我 我的主管 不管男性女性啊 其實我覺得他們給我一個很珍貴的禮物 就是信心 啊特別那時候 我們在電視台的時候 要面對鏡頭的時候 很多人其實都很痛苦的 對 因為你就要盯著一個很奇怪的機器看 然後你還要對他有感情 然後你還要跟他眼神的交會 這是很難的 可是他們都教我要有信心 我覺得他們教會我了 可是他們都不講能力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待會 信心能力天賦 天賦 三個一起討論 請大家來告訴我們 對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你們覺得怎樣是最重要的 哪一個是第二重要 有人講啊 川普啊 川普對自己無限的信心 對沒錯 我真的蠻佩服他 你看他身心萬肺炎 這麼快就好了 當然他有最好的醫療 但是我覺得 他不得不說 我覺得他的毅力是 像他都不喝酒 他去外交國宴 他都喝葡萄汁 信心產生奮鬥的力量 這句話我喜歡 的確是啊 對 有能力才有信心天賦 我覺得今天大家回覆還蠻活躍的 比我想的活躍 因為老實說 我覺得這本書是有一點點 學術有一點堅塞的 不會我覺得蠻好看的 對 還是說很多女性看到這本書 就 就義憤填膺 對然後 就要來 就要來報復性留言一下這樣 對啊 有能能力大於信心大於天賦 我不曉得他是男生還是女生 他是男生 因為我看他的大頭貼是男生 男生你看 男生的回答跟女生的回答 應該是不太一樣的 很不一樣 對 這也要有兩性之間的分別 我覺得會看起來 看得比較準 那周董你要給我們回答一下 周董您認為 在之前還沒看這本書 你的感覺是什麼 我從來都覺得 信心是最重要的 那看完書你有改變嗎 有一點改變 我會覺得能力可能是最重要的 欸 要開飛機了 你會相信一個人說他長得很帥 他一定能夠帶領我到成功的彼岸 你敢讓他開嗎 對 然後 他沒有開過飛機喔 你敢嗎 對他書本裡面提到就是說 還有就是牙醫 看牙醫的時候 你會希望牙醫比較有信心而沒能力 還是有能力而沒信心 哇我看到這個例子的時候 我瞬間真的覺得 嗯 因為我前陣子剛去洗牙 你知道嗎 然後我非常怕洗牙 我覺得我洗牙的時候 就整個人會變成一個木乃伊這樣 我非常怕這樣 每個人都很怕 不是只有你啊 所以我看到這個問題 我真的瞬間有點驚呆了 這很重要 我們先休息一下 對 待會分享 欸 這是一個很蠢的問題 來你幾年次 嗯 西元 嗯 巴爾 幾歲 嗯 叫1月16 不是你今年幾歲 現在38 啊 38 是不是2020 這不是廢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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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覺得很生氣說 你的出生年加你青年幾歲 等於2020 所以everyone 2020是everyone的birthday 對 肯定是 我心想 有這麼白癡嗎 有這麼弱智嗎 你看廢龍現在還不知道 你算一下就算一下就看出來了 他還不知道 對啊 他絕對還不知道 哈哈哈哈 有人說我今天貓衣很低調文青 沒有我今天本來其實想要做聖誕老婆婆 哈哈 但我也還蠻喜歡這一件 不過這一件都是我聖誕節的時候很喜歡穿 真的不錯 嗯 對啊 嗯 沒天賦怎麼樣培養能力 哇 這個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哦 有些事情可以訓練到熟練 但我覺得那跟天賦可能還是有一些差別 可是 對對 我覺得還是有差別 對 嗯 很好玩 但我覺得 能力真的很重要 對 嗯 沒有天賦怎麼培養能力 信心跟天賦也有關係 因為天生就很悲觀 悲觀就比較沒有信心 對 有欸 有欸 真的是欸 欸大家是有看這本書嗎 還是自己的體驗 我覺得大家的生活體驗 我覺得回的不錯欸 嗯 對對 能力信心加天賦 嗯 天賦 算輔助 對了 就直接升天 攻頂 有年力產生信心 有勇氣執行 欸 也是啊 也是啊 不過那個開飛機跟做那個牙醫的比喻 這個套號 所以這個就這本書 這本書當中我覺得很有趣的 對啊 嗯 好 待會講 還有三個 然後等一下我還可以講一下 就是綜合 他的幾個點 我覺得 台灣有一家公司蠻符合的 現在就是 哎呦啊你今天也真的幫我們帶個梗啊 現在就是 對 而且是符合他的 你還不告訴我欸 他的那個 哎呦 你討論的說他還不講欸 你看 你看這個人啊 我是昨天晚上突然想到 欸這個這個公司不就是 真的嗎 現在是 你說我們上市櫃公司領導嗎 上市櫃公司領導人 她是女性 她是領域專家 出身帶領專業的團隊 然後她在她的業界 可能在國外也有很多的人脈 我覺得這個這個公司 我以前都不覺得這個公司 有什麼兩種 希望你選了一個女性的 對 你看吧 她比較特別嘛 所以男性不怎麼樣嘛 男性太多了不好選 你少來 哈哈哈哈 根本就沒有一個那個 符合標準的嘛 應該還是會有 應該還是會有 其實我覺得Morris是有啦 有的當然有 他有魅力啊 他的接班人也有 不管是 蔡立芹也好或者是 現在的 蔡儀被幹掉 對對對 好我們持續跟我們瘋傳媒的 齊緣來聊一聊 我知道我們粉絲團 有人叫他周董了 我終於今天才知道了 好 那我們要跟大家來 聊到天賦 信心跟能力 這個很難去做一個區分 但我們謝謝我們粉絲團 有很多人 很多人 很有意義的建言 對真的很棒 對 然後 然後他提到說 他們剛剛都有提到說 很多人比較悲觀 身性是比較悲觀 其實我老實說我覺得 我一直都是這樣 就是我是比較悲觀 沒信心的人 那可是我會 有些事情是不得不做 比如說 要來說書這件事情 他就是訓練我一定要 欸面對鏡頭 然後把我閱讀的心得 講出來 以前也許 以前也許是用寫的 對 但會很不習慣 就像你以前上鏡頭那樣子 對 超級不習慣 對 然後可能還要笑一下 然後還要 互動做個梗 那當然現在比較習慣了 他也帶來信心 所以我覺得 能力是可以透過練習來的 但是 就好像老虎舞姿的打球 他有的時候可以一竿上鍋靈 我覺得那個也許就是天賦 他灰竿的身體的曲線 那個應該就是天賦 但他可能 沒有辦法透過強力的練習得到 像那個人家說的 一萬個小時的練習啊 也許沒有辦法打到那個樣子 但是你可以精進很多 是真的 我們不是也聊過原子力量 對對對 你可以多練習嗎 就是我記得是一月的時候講的 所以 能力跟天賦 不完全一樣 因為天賦有的時候你 你達不到那個程度 對 但是信心 你應該可以慢慢的 也是可以練習 當然我不敢說 有人很 生來就是很樂觀的 所以 在看過了牙醫的那個例子 你在看牙醫之前 你會覺得這個牙醫 你希望他比較有能力 而沒信心 還是 他是有信心 而沒能力呢 如果你牙醫這種 碰到你牙醫這樣 滋滋滋滋滋的 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好像有能力 而沒信心是比較重要的吧 對啊 比較適合看我的牙的吧 對啊 對 或者是開飛機啊 對 對不對 你到底要有一個有能力他沒信心 還是很有信心但他沒有能力 他沒學過開飛機啊 對 所以你看 是不是 嗯 這麼切身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好像 其實能力是蠻重要的 欸所以你想到 不要說開飛機齁 你說國家領導人 我們每次都選出來都是很有信心但沒有能力的人 我捏你大腿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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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對啊 這個一定要先預告一下 對啊 這個太危險 我怕你繼續說下去 對 對 那 對 這就回到我們剛才講到過度信心這件事情 嗯 在一個調查裡面 嗯 夢想成為美國總統 嗯 的人他浮誇的程度比一般人多百分之八十 這也很正常 或者說歷任美國總統裡面 他的性格比較浮誇的 嗯 說話還有態度比較浮誇的 比一般人高很多 這也很正常 嗯 因為你會想當美國總統 應該不是一般人的夢想吧 嗯 你還會努力去做這件事情 應該不是一般人的夢想 所以他 他傾向過度浮誇 同樣的 是不是 經常看到那些 很有信心 而沒能力的人得到升遷呢 是啊 大家可以在 在鏡頭後面可以思考一下 好像是這樣 因為他們 他們傾向更有 浮誇的去 超過他真實的能力去表現自己 嗯 對 所以 而且這個書裡面提到一個很有趣的喔 都是排名比較後面的人 會表現出這件事情 比如說 排名後四分之一的人 嗯 會覺得他的成績 是在全班牌 前百百之六十 也就是說 跟他的情況是完全不符的 嗯 對 所以 同樣的 那些可能 對我來說 可能越不會選股的人 嗯 你會對你自己的持股組合 越有信心 哦 對 像巴菲特 對我記得巴菲特早期是 煙屁股哲學嗎 嗯 他會傾向買那些股價禁止比低 低的 然後還有一些補漲 回到合理行情的價值 對 但你看他最近幾年 他買那些是大家覺得很貴 比如Apple 嗯 的股票 它為什麼改變這件事情 嗯 我覺得也蠻有意思的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是不是那些股票 Apple也好 Amazon也好 Salesforce 他們都在你一路以來的看空 你就覺得他要跌的太貴 對 要跌太貴 不斷的往上漲 嗯 似乎是這樣 那當他不斷的往上漲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考慮過 是我們選股能力太差 嗯 我們沒有去買Apple 哎呦你這一段的邏輯超好欸 對 真的真的 我會說這句話就是因為 我在四年前三年前的時候 我就是反省到自己的這個缺點 我就是覺得Apple超貴 嗯 然後台積電超貴 我又要再一次的說 我在台積電39塊的時候 我買過台積電 然後呢 我在45塊的時候賣掉 嗯 然後我在葡萄王40塊的時候 買過葡萄王 然後在80塊的時候賣掉 嗯 然後他們都分別今天價錢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那所以我今天還坐在這邊 跟大家聊天 就是因為我的辛苦能力太差 嗯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所以我在四年前就買了Apple 嗯 的股票 嗯 對 哎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們有講過一件事情啊 就是 我我認為啦 那時候不是很多年輕人 就說他買股票 他要買便宜一點的 對 買低價股的 然後因為他說他沒有錢 我說其實你是同樣一筆錢啊 所以那時候在零股開放的時候 我就鼓勵他們說 你一定要買高價股嘛 第一個高價股 你也知道 炒作的人很少啊 對 賞戶很少啊 籌碼都是都是法人 籌碼很集中啊 對 而且你是一樣的錢嘛 可是你的觀念會認為說 哎我低價好像要比較安全一點 高價比較不安全嘛 那你跟你們想要籌碼少的話 其實你真的還比較容易漲 那第二個 我覺得你有了高價股之後 你就見證著這個歷史的時代 你多驕傲啊 對 沒錯 所以那時候我 果然我比你老 你要講哪隻了 你要講哪隻 沒有 國泰人獸 沒有 別想套我的話 真的 對 主管都很浮誇 我覺得是不是主管一定要浮誇 浮誇可以裝飾信心 我們的聽眾真的超厲害的 對因為如果梅克爾是課長的話 可能就被拔掉了 是 是 他要早上要跟老公一起吃早餐 然後他這個 很這個 忙完很多事情之後就睡覺 他也不會破FB 然後也不會說 今天今天去慢跑 今天去幹嘛的 這樣子這麼低調的人 是不是會被拔掉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在這個 凡事講求自拍的時代 他沒有IG帳戶 如果沒有也沒有LinkedIn 然後也不太不太上FB的話 這樣子一個人 我們要怎麼去知道他的績效呢 嗯 對 我們要怎麼樣 從八卦中得知他到底做了多少事呢 嗯 似乎有點困難 似乎 對 所以有信心當然好 但是沒工作能力的時候可辛苦了 可是可辛苦的都是他旁邊那些下面的人 對 而且辛苦都是有能力的人 對 這真的是耶 看我們聽眾朋友真的是超厲害超厲害 當一個精神病態症狀的人成為超高領導者的時候 你很難用組織的力量把它拔掉 對啊 拔不掉 對 拔不掉 你自己的調整會很重要 我們待會還有更驚喜的要分享 這是奇緣獨門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 大家要講啊 對啊 我確認一下我講的對不對 我先搜尋一下 你先搜尋一下 你不要講錯啊 因為到了主管這個位置的時候 真的你就只會浮誇了 已經沒有 好像也必須要浮誇 對 你不能不能很很很內斂這樣子 對 這個啊 我找到的是這個 這哪一家啊 遠船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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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以前大家都覺得他是老三 對 然後 但是他 被虛虛弄挖來 哦 然後 第一個他女性 第二個他在美國做了二十幾年 所以他電信業的老鳥 對 所以我覺得 欸好像完全符合他講的 道格拉斯很會挖女生欸 對啊 他很會用女生欸 對 其實我覺得如果浮誇的男性 用幾個女生的話 倒還是蠻穩健之道 你會發現有很多的老闆 他的女將 就是能夠輔佐他的都是女將 東元的那個是秋春枝好像也是 嗯 對 嗯 對啊所以我就覺得欸 欸這個人好像是 因為我以前 我一直覺得他是老三 我覺得他沒有 沒有很厲害 對 績效也不怎麼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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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的主管 對啊得不到聲簽 呵呵 只會得內傷 對啊 他是有看那個 黃麗妍的書嗎 哈哈哈哈 Suit 嘿你見了又把豬頭也滿多的啊 還好了 哈哈 他滿情分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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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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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他的情分是公認的 對 情難捕捉嗎 嗯真的真的 我覺得這個還蠻重要的 是蠻重要的 可是我跟你講啦 因為他是投你拔不掉了 對啊對啊對啊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屬相說 我很勤勞 你覺得他會用我嗎 我覺得 他才不會 所以你展現魅力的方式 就不能說你很勤勞 你可能要用 就像剛剛講的 這個回復這個2020的方式啊 或者說 廢龍還不知道 對啊 或者說其他的方式去展現 他有 這個魅力 那個魅力 那個能力 對啊 我們今天回文是不是特別的多 很多 今天回文好像特別多 我很喜歡大家一起來討論 我覺得很好 因為我覺得聽廣播 或什麼集體思考的 因為我 很珍貴 討論書好像從來沒有這麼多次留言 對啊對啊 因為有時候我們聽眾朋友 比較那個 嗯 比較內斂 真的嗎 我覺得這樣就贏很棒 好 我們持續跟我們瘋傳媒的周祈元周董 這是我們今天給他的新封號 對啊 有張董 張董在前 對啊 張董是師父 是師父 對不對 你年輕嘛 你比他貌美 你比他貌美 沒有沒有沒有 他炒古鑽的比我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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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那我們接下來要聊一聊啊 就是說當然領導人 你又沒辦法把他拔掉 這真的啊領導人你是拔不掉的 對 對 要不然你就是你只能 你會付出非常大的代價 對 而且所有的主管 其實不管說這本書 或是我們碰到的都是豬頭啊 你會拔不掉 因為還有天賦异禀 他就是好命能夠做到這個位置 也不一定好命 他可能某些程度上是內傷的 剛才裡面有人提到說是得內傷的 這個也是必須要承認的 好 那 那我們來討論另外一個問題啊 就是女性比男性更適合當領導人嗎 我認為平性而論的話是 因為他們 既然我剛剛提到花了更長的時間 然後更辛苦才站上同樣的位置的話 我覺得他們的功夫理論上是比較深厚的 而且這本書裡面提到另外一個關鍵 就是說 女性通常對人比較感興趣 男性對事情比較感興趣 所以 加上他們的EQ平均來說比較高 他們比較能夠協調組織裡面人的問題 也就是我們如果解決了技術的問題的話 人彼此不合還是不能運作的 但如果有女性來當主管 通常這個團隊可以 成事情的機會會比較高 而不是只有彰顯他自己 對 有女性要當到執行長 也就是女性要當到那個領導人 比男性要多花30%的時間 對 這是漫長的過程 對 所以你剛剛提到 那我現在就來破梗 當然要破梗 你時間都差不多 我就觀察到 觀察到台股有一家公司 就完全符合我講的幾個條件 第一個 蠻吃驚的 對 她的總經理是女性 第二個 她是由產業領域的專家來擔任整個團隊的領導者 這種團隊的成功的機會會比較大 然後呢她在業界有非常深厚的經驗 這個人是誰呢 就是遠傳電信的總經理景齊 因為我昨天晚上突然發現景齊呢 她在AT&T做了很多年 她在台灣沒有上過一天的班 然後呢她被徐旭東先生找回來 先做數位轉型 然後接遠傳電信的總經理 其實老實說我以前從來不覺得 遠傳電信的績效有比較好 但是這個人的加入讓我會覺得 完全符合上述三個條件 她在業界電信業界是非常深厚的經驗 然後她來帶領一個電信公司 她是一個女性 慚愧耶我們都不知道耶 然後我就覺得 我今天不是報名牌 我只是覺得我對她的團隊成效非常好奇 因為她完全符合這本書中提到的三大要件 那接下來她在5G的時代 遠傳會做出什麼事情 比如說她跟亞太的聯盟 甚至未來會有更多聯盟 我覺得不一定 因為她已經有點破框思考了 她開始去打破規則了 不要忘記馬斯克之所以如此被稱頌 就是因為她很善於破框 對對對 那如果說破框又能夠破出一些成果的話 可能遠傳未來也不會是第三也不一定 對 因為她都是老三嘛對不對 就中華電信啊台灣大啦 對我們不能只做一樣的事情 而期待找出不一樣的成果跟路徑 對 所以這點很重要 對但是我們又不能夠破壞一個組織 只成就一個明星 這樣是不行的 對這樣是不對的 其實我剛剛其實在廣告時間 其實我也有跟齊元在聊 我說如果說很多的聰明的那個大老闆的話 通常她倒的左右手都會找女生 好像東元集團的總經理好像也是這樣 好多喔我記得好多喔 我也覺得以前都是那種大將 都是女生當大將耶 你看 那馬斯克被政管會拉下來之後 那個獨立董事接任總經理的執行長的也是女性啊 她是澳洲好像電信的執行長 喔 對所以也是女性 所以你看 她來救火 喔你看女性是來救火的 可是女性就做不了那個大位啊 我相信可以做一陣子啦 因為馬斯克實在上次才嚇到大家 對 可是她不要再不要再課藥 應該可以再撐一陣子 對對對 而且她進入了標準普爾了對不對 對 500的指數了 她至少要有一點風範在了 對 能夠進那個SAP500指數 這個 蠻不容易 對她來說 對她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啊 對 所以你看我覺得景奇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她的工作背景 然後遠傳這幾年來 她在19年去年 變成總經理 然後這兩年的改變 我覺得蠻大的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因為剛好遠傳也是老三嘛 業界老三 她不是業界老大嘛 所以其實她 nothing to lose 她可以她可以放手一搏 她可以做的事情其實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從 圍棋的角度去思考 你不要硬要嚇對方的角度的話 其實你可以找出一些不一樣的事情來做 嗯 欸那之前發生這件事情 會被那個燒到 不會啦齁 就是燒到大老闆不會嗎 你說 燒到大格拉斯嗎 雞金嗎 我覺得應該不會啦 我覺得那個是另外一件事情 不會燒到 我覺得應該沒有 我覺得沒有 嗯 對啊 因為我覺得如果說以遠傳的話 我覺得她是蠻有意思的 越遠傳嘛 不是圓白 對啊對啊 我覺得這件事情好像越演越烈 會被燒到圓白啊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子啊 我直接問嘛 目前看起來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 對啊 因為畢竟 她她目前為止是沒有任何證據說 她涉入什麼事情 你的前前老闆 她寫了蠻多文章的 對啊 當然目前 請問一下 她是不是也是豬頭呢 目前 欸我覺得她不是欸 他們兩個都 他們兩個都蠻勤奮的啊 我剛剛節目中間休息 我也有講 我覺得他們都很勤奮 對 那在那個年代的勤奮 加上那個年代的機運 我覺得是挺不容易的 所以勤奮 勤奮就是有能力 也有信心 對不對 對 她勤奮就是沒有天賦 對 她說她本來不太有能力啊 她對股票都不懂 哪有 她說她以前都做不懂 她說別人討論股票都走開 哪有 哈哈哈哈 聽到股票都靠近就對了 哈哈哈哈 對 所以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的某些數據 大家可以去翻翻 然後蠻有趣的 因為 今年我是真的為了美國總統大選 還有16年總統大選 而選這本書的 喔 對 所以我想要給大家一個對比 難道這一次的美國有比上次進步嗎 好像也沒有 沒有 對 沒有啦 現在看起來是沒有啦 以後也不知道了 對 那難道下一次如果真的有兩個女性的對決 我們就可以說美國進步了嗎 似乎也不能這樣說 也許可以這樣說 對啊 兩個女性對決我覺得就真的是 社會的進步了 嗯 對 不過你為了總統大選選這一本書 我倒覺得也是啊 因為之前啊前一任的一個選舉當中 其實有一個就是蠻慘的嘛 因為夏蕊還是女性啊 對 不過今天是兩個男人的對決 我想這個結果可能也不會是這樣 對 對不對 而且如果沒有疫情 我們都覺得應該是川普會連任 嗯 對 因為 這次拜登拿了777個菌嘛 嗯 但是川普拿了2497個菌啊 嗯 所以如果沒有疫情的話 理論上可能 川普應該是會贏 我我我是這麼覺得 勝負已定了 對 對 所以他還在告來告去啦 但是 但是看起來是 是如此 因為他好像名望還是蠻高的 除了說在疫情 後來有點失控之外 嗯 對 不過這本書啊 當然他講了一些男性的問題啊 但事實上我也覺得說 女性的問題是值得被留意的 因為有很多的女性 當然就說 家庭和事業兩頭燒 當然有很多人他為了家庭 他就犧牲了他的家庭了 可到最後他又變成 背上一個稱號 就你老女人 獨居老女人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很慘的事情 很多啊 這種人非常非常的一個多啊 那未來我覺得我們要注意到就是 領導人其實應該不分男女啦 對 這本書他最後還有提到這樣的一個感覺 但是我們整個去看他的天賦信心能力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好朋友 風傳媒的財經主編周啟源周董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謝謝 哈哈哈 謝謝大家 下次還是要幫我們選有趣的書 對對 以有趣優先 對對 以有趣 然後每個月都會幫大家來挑一本好趣 有趣的書 謝謝齊緣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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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